華新國小腹射幼兒園小朋友拿著小飛機 開心喊出1966關心您 而這些小飛機則是由基隆市衛生局長照所 提供送給小朋友 和欺賭日照中心的失智長者們一起組裝起來 除了宣導1966長照專線電話 也讓老人家和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重央節前夕 華新婦幼特地安排小朋友到市政府委託 市林林良堂經營管理的七堵日照中心參訪 和失智長者們互動 認識長者一起遊戲組裝小飛機同樂 我想要的其實很簡單 真的就是平安跟喜樂就是開心 那很開心今天在十點半 去接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因為有昨天看到我們 所以他今天看到我們就是 耶 我們要來看阿公阿嬤了 那不會覺得陌生 而且還會覺得期待 那我覺得這個對阿公阿嬤的 這樣子來關懷的那個期待感很重要 那希望這個期待感可以放在他的心裡面 陪著他長大 而其實前一天七堵日照中心 也特地安排中心的長者 到附近的華新國小 和幼兒園其他小朋友面對面 讓小朋友認識長者老人家 所需要用到的拐杖和輪椅等輔具 如何尊重並且照顧長輩 特別是行動不方便的老人 主要學校其實從107年就跟我們日照中心 有一個每一年其實都會做這樣子的一個教育跟宣導 那主要現在老齡化的社會 而且爺爺奶奶對孩子的疼愛是很自然而然的 但是孩子怎麼樣去跟老年人去做親近 而且知道老年人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然後進而讓孩子們去體諒 去關懷 去更喜歡自己跟爺爺 知道怎麼樣去跟自己的爺爺奶奶 去做相處跟協助他們 我覺得這個是從小的教育 那既然我們學校有這樣子的地理之變 就利用這樣的機會 然後結合日照中心的專業 然後一起來共同達成這樣的目標 這是由七堵華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和紀東市衛生局長照所輔導的 七堵日照中心 連續兩天舉辦認識長者老人家的活動 而這項活動從民國107年就開始進行 對於小朋友認識生命過程 以及建立尊重長輩的觀念相當有幫助 記者 俊松 紀東報導 2 2 3 6 7 7 √